阳观雪 中国古代以为文人便无足观 文观之显赫在观而不在文 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 但是事情又很怪异 当鹅观伯代早已凌落成泥之后 一杆竹管笔偶尔图画的诗文 竟能镌刻山河深入人心永不泯灭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地城 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 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 我的周围人头寂寂 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 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 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 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 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 待到年长 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角力的时候 也就给自己的心里附上了一笔沉重的债务 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那实际景物的寻访 为童年 为历史 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 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 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辟角落 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 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伟的那首《魏城曲》去寻找阳关了 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 回答是 路又远 也没什么好看的 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 老者抬头看天 又说 这雪一时下不停 别去受这个苦了 我向他举了一躬 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 便是沙漠 除了茫茫一片雪白 什么也没有 在其他地方赶路 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 盯着一棵树赶过去 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 在这里 睁腾的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 哪怕是一片枯叶 一个黑点 于是 只好抬起头来看天 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 一点也没有被吞噬 边缘全是挺沾沾的 紧扎扎地把大地照了个岩石 有这样的地 天才叫天 有这样的天 地才叫地 在这样的天地中独自行走 诸如也变成了巨人 在这样的天地中独自行走 巨人也变成了诸如 天竟然晴了 风也停了 阳光很好 没想到沙漠中的雪 化得这样快 才片刻 地上一箭斑斑沙底 却不见了潮湿的痕迹 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 并不动 却在加深 疑惑半晌才发现 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 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沉 只可能有一种理解 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 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 这些坟堆被风雪所侵蚀 因岁月久远而坍塌 枯瘦萧条 显然从未有人计扫 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的 又是那么密呢 只可能有一种理解 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 心中浮现出爱略特的荒原 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 如雨的马蹄 如雷的呐喊 如柱的热血 中原慈母的白发 江南春归的遥望 胡乡至儿的夜哭 故乡柳音下的诀别 将军 元征的怒目 列列于朔风中的君旗 随着一阵烟尘 又一阵烟尘 都飘散远去 我相信 死者临王时 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 我相信 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 回过头来 给熟悉的土地 投注一个目光 于是 他们扭曲地倒下了 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 不知有没有换来 使官们的半行墨迹 使官们把历史卷制 已翩翩翻过 于是 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尘埋 堆积如山的二十五石 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片叶 还算是比较光彩的 因为这儿毕竟是 历代王国的边缘地带 长久担负着 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 所以这些沙堆 还站立得较为自在 这些篇章 也还能哗哗作响 就像干旱单调的土地一样 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 也比较单纯 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 山崇水赋 花草掩印 岁月的迷宫 会让最清醒的头脑 长得发昏 沉中木骨的音响 总是那样的 鬼秘和乖厉 那儿没有这么大的 咧咧铺张开的沙堆 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 发闷 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冤魂 只能悲愤傲丧的 身前地底 不像这儿 能够袒露出一部 风干的青石 让我用二十世纪的脚步 去匆匆抚摸 远处已有树影 急不赶去 树下有水流 沙地也有了高低起伏 登上一个坡 猛一抬头 看见不远的山峰上 有荒芜落寞的土墩一座 我凭直觉确信 这便是阳关了 树越来越多 开始有防射出现 这是对的 重要关爱所在 屯扎兵马之地 不能没有这一些 转几个弯 再直上一道沙坡 爬到土墩底下 四处寻找 近旁 正有一块石碑 上课阳关鼓指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爷的制高点 西北风浩荡万里 直扑而来 亮枪几步 方才站住 脚是站住了 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 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 哈一口热气到手掌 捂着双儿用力蹦跳几下 才定下心来睁眼 这儿的血没有化 当然不会化 所谓鼓指 已经没有什么遗迹 只有进出的烽火台还在 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 土墩 以它的大半 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 一层层围草 围草飘扬出来 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 眼下是西北的群山 都积着雪 层层叠叠 直升天际 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 都会感觉到自己是 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 那些山 全是滨海洞浪 王维 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 对于这么一个仰官 他的鼻底 仍然不露 凌厉惊骇之色 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 劝君更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 无故人 他瞟了一眼未成 刻射窗外 轻轻的柳色 看看有人 以打点好的行囊 微笑着 举起了酒壶 再来一杯吧 阳关之外就找不到 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 这杯酒 有人一定是毫不推却 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 他们多半不会撒泪悲叹 指手相劝 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 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 告别是经常的 步履是放达的 这种风范 在李白 高氏 岑身那里 焕发得越加豪迈 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 唐人造像 一看便可识别 形体那么健美 目光那么平静 神采 那么自信 在欧洲 看孟娜丽莎的微笑 你立即就能感受 这种天然的自信 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 对前途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 唐人造像中的微笑 只会更沉着更安详 在欧洲 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 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 谁都能计算 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 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 延续久远 阳关的风雪 竟越见七迷 王维诗画 结成一绝 来新等西方哲人 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限 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 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 允许他们以悲切侍从的身份 躬身而入 去制造一点娱乐 历史烙人 凛然肃然 扭过头去 颤维维的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 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 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 阳关再也难以享用温纯的诗句 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 只是大多成了贬折的官宦士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 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 阳关坍塌了 坍塌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 他终成废墟 终成荒原 身后 沙土堆砌的坟墓如潮 身前 寒冬天边的山峰如浪 谁也不能想象 这儿 一千多年之前 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 艺术情怀的辉煌 这儿 应该有几声 胡家和枪笛的 音色极美 与自然混合夺人心魄 可惜 他们后来都成了士兵们心头的哀音 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 他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吧 时间已经不早 怕还要下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